今日的AT個股推計是中國建築3311 簡選原因是港股五年跌、投資風格轉換、月初由低位急彈內房、醫藥新經濟等股份 近日開始回調,到股值偏低、走勢相對落後的傳統股表現硬正 中正監主席亦會滿提出探索建立具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促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更好發揮 市場憧憬國企改革將會進一步深化 或者透過金融改革,令國企更有效利用資本市場資源 內媒分析說,當前央企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不夠8倍 在近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,顯著低過A股總體水平的14倍 東方證券認為,央企上市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強、派息高、低估值和主題趨化等多重的驅動因素 具備長期投資價值 市場對消息反映正面 本港上市的傳統中資股,包括基建、電信、航運、金融和工業等國企股 星期二明顯受到追捧 建議投資者可以留意中國建築 業務以中、港澳三地的房屋工程、商業、工業、酒店、公共建設為主 亦從事公路、橋樑、隧道等土木工程項目 集團積極拓展海外業務,成功建設多個著名的地標項目 例如迪拜的哈利法塔,亦是他們旗下公司有份參見 策略上,中國建築今年以來處於下降季 昨天升1.7% 佈8.39% 一旦突破,可以扭轉中期的跌勢 策略上可以在8.2級納格 上網9月高位9.5的水平 跌穿7.5就適宜自洩 在後面